来,我带你们青州两日游 京都在大雨治水的时候就为古九都之一 所以整个城市都是比较古色古香的 古城呢,建议选择晚上五点左右过来 这样能同时看到白天的景儿,晚上的景儿,还有夕阳 还能在古城吃顿饭 里面有好几个牌坊,这个是大学室 这个就是晚上六点半的青州古城的正中心 相对来说还是人比较少的 挺安静的 这是一棵古树 我去看看什么树 哇,厉害厉害,它已经1000岁了 树高10米,树冠10米 哦,好大 青州的牛肉比较出名 所以早上一定要去吃牛肉煎包 但是晚上不开门 说这个是古城里面最好吃的饭店 的确是啊 因为它开了三个 那一家 那一家也是 也类似于想吃一条街儿 全是吃的 其实像安徽这种古城特别的多 特别就有三河 然后黄山那一块 西地,红村,还有古村落 所以我就对这种古城 已经建的还是比较多了 现在都生夜化了 猫猫就蹲在这个酱牛肉的店门口 青州万年桥 看着地一看就有年头了 晚上的青州万年桥 很漂亮呀 古城的旁边是青州宋城 更冷清 还没有古城的人多呢 这个是那个王府大道 结果他跟我说 居住小区 写决参观 青州博物馆 国家一级博物馆喽 直奔四楼 青州博物馆要提前一到两天 在公众号上预约 但是要注意他周一闭馆 约早上九点的 然后九点开门你就进 先别从第一层开始逛 直奔四楼 因为四楼真的是太震撼了 人越少 你心灵的感触就会越强 来之前可以看一下 如果国报会说话的第三季 第四期 青州博物馆一共分四层 挺大的 但是路线会非常的清晰 就是比较好逛 楼下就是各种出土的文物 食客 还有古名人字画什么的 九点多开始一层层逛下来 正好到十一点多 可以到博物馆的餐厅吃饭 博物馆的餐厅也是很多人推荐的 真的挺好吃的 看我食量还可以吧 一个人吃这么多 所以我能保持现在的身材 已经很不错了 意外的是 咖啡真的很好喝 青州大部分的景点离得都不远 在这里最方便的出行方式 就是骑电动车 因为青州真的哪都是电动车 特别方便 只要你会骑就行 这个天气骑车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绿化真的是相当不错啊 杠杠的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夏天 应该也不会很晒 还车点在这个公园的西门 看到这个栏杆还有这个牌子 不要怕 刚开始我也不感激 然后绕了一大圈发现 直接进来在那儿还 知道了吧 带绕了一大圈 起车一路过来 我就发现青州的绿化 真的非常的哇塞 而且它因为是古城嘛 所以它的树年份比较久 都是很高大的那种 一看就不是新建的那种小树 整个这个小城市就像一个大公园一样 这个公园的景色真的非常的绝 也非常的出片 它是为了纪念范仲淹建造的 李清照纪念范 李清照在青州生活了大概20多年 这个是要收门票的 里面真的好小 就是这么一个小院子 然后我快10块钱就是让我进来被试了 全部都是李清照写的诗词 从公园出来打车到龙兴寺 因为龙兴寺是在山上 所以不要骑电动车了啊 去完了博物馆 那必须得来龙兴寺看一下 龙兴寺有非常多的鸽子 您按我的这份公园大概是四五点的时候到龙兴寺 就这夕阳照在寺院的哥哥的角落里 这一趟绝对是走心之旅啊 菩萨在发光哎 里面的佛我就不给大家录了啊 总之青州是一个比较值得周末出行的小城市 龙兴寺里面的这棵柿子树长得可真好 祝大家 事事如意